野蛮中国化新航线为己我非安 是怎样天上天下为中国独尊吗 因中国沿海飞航运量庸塞 中国前天公告将在台湾海峡中线的西侧 设定M503新国际航路 及三条中国国内航路预定3月5号生效 但这些新航路未经我方同意 并与我国现有飞机们和马祖的航线相互穿越 有非安风险 民航局昨天大动作开记者会 强调无法接受中国片面公布新航路 飞机要爬升一个高度 要下降一个高度或是偏离航路 那旁边会有其他的飞机 比较担心的是这个 我们希望后续能够跟陆方继续地再做一些沟通 我们也对这样的一个状况表示无法接受 面对中国的蛮横 有退役飞官表示 中国军机如果搭配民航机同时起飞 沿M503航道飞行再攻击台湾 会让空防预警时间 从原来的20分钟压缩到10分钟左右 前民航机上的乘客 可以直接目视我战机的飞行训练 对国防安全有很大的威胁 国防部则强调 会适度提升空防强度 因应突发状况 动新闻综合报导